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本網也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拼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英國最新的壓制通脹手法 當然他們有沒有做利盟措施是有的 剛剛是出來的 但是有一招好像看上去就不錯 不過很多經濟學家就說 這招說他會傷害英國的經濟 究竟是甚麼事呢? 就是新委成作為英國的財政大臣 他就宣佈要徵收暴利稅 對,英國財政大臣現在就是 這個很搞笑 英國的媒體就叫做收收保保 將這個稅收改革收收保保 更加用大集會式的稅制 是比英國民眾嘆一嘆 不過這件事是令稅制更加複雜 還有現在徵收暴利稅 為甚麼會令英國經濟差呢? 我們看到很多的投資人士就說 你們這樣做 我們就將資金投資去其他國家 因為他們的制度更加友好 事實上英國當然是難捱 當然我是指窮人難捱 有些人有錢的,彩你也有味 不斷飆升的能源價格 令消費者 變得苦不堪言 而且加大了貧富懸殊 有錢的人 可以看到一件事 對於他們來說是沒甚麼所謂的 但是窮人 就會加大了能源貧困 所以新委成 就對天然氣 還有石油公司 等等的能源供應商 徵收超高利潤 亦即是叫做暴利稅 都很厲害,稅率有25% 當然 有人當然是支持 就說這個方法 簡潔 很合理 但是 有人就說 簡單粗暴,簡單粗暴 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新的徵稅 有一個客觀效果 就是有一筆可觀的收入 因為稅收多了 而且最搞笑是它立即生效 沒有緩衝期 他們預計在未來12個月中 就會帶來50億元的財政收入 新委成更加通過 一個計劃 就是 叫做 超級扣稅 的計劃 這個當然是幫助消費者 根據 最新的消息看到 原來 新的 免稅額 令到很多人受惠 但是 亦都令到很多人苦不堪言 因為扣稅的話 對於有錢人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人基本上 他賺的錢都不入扣稅的 那個範圍 很多BNOGAR都不夠 是的 很多BNOGAR都不夠 太低是 不用交稅的 是 很多BNOGAR 打份散工的 不夠 根據新的80%免稅額規定 企業每投資一磅前 就可以 享受91便市的稅收 的折減 但是新委成的 這些稅收改革 就會 令到很多人想一想 因為他就覺得 會增加投資 因為 一投資就有 稅收的折減 不過 商界就覺得這個制度 值得相確 因為 這個 稅額扣除 只有在 企業能夠利用 他的情況下才發揮作用 有些人都不用 他們的資格 將會取決於他們投資周期在哪個階段 有些公司 就將他們 覺得 是 對公司將來是沒有 益處的投資 就不搞了 所以他們都沒有這些投資 他們當然是不能減稅 是不是 還有一些 工程公司 以及其他複雜因素 影響的公司 根本是沒有辦法增加投資的 所以 他們都用不了這些方法 去扣稅 浪費了 等於沒有 新委成更加在 2025年的 日落 條款 加進去 將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 對於這個激勵機制 是不是 但是 會延續 其實 確定性是不夠的 你知道保守黨是變來變去的 而且有些人就覺得 這樣可能會扭曲投資 因為如果 他看到某個投資項目 扣稅那麼多 就全部都放進去 好像之前美國的風能投資 為什麼後來 衰落了 有很多經濟專家 歸咎於 稅收底面的時間 是短是短 你知道保守黨的往績 不是那麼好的 另外 最新的 世界形勢變化 令到大家 都知道 你現在說是這樣的 將來你會變來變去 還有 北海油田 對於北海油田 相關的企業 新委成的稅子 變得很複雜 這個地區的稅收 包括 Ringfence 的企業所得稅 還有附加稅 還有零售稅 的 一些其他東西 反正 這些都是石油收入稅 這些 可以由投資和 資本免稅額抵消 這樣的話 很混亂 這種混亂也證明了 靜客 在稅收方面 這些收收補補 其實 有時候會自己搞到自己 當然北海油田的 陷探成本就越來越高 主要是集中在地質條件更加複雜 比較細的 小油田 北海油田不是只一塊 其實有很多 大大小小都加起來 公眾和政界對於石化能源的堪探的反應 其實大家都不同 反對人士很多 其實這些稅收制度 變相亦是鼓動人 轉移到稅收 沒有那麼 混亂的地方 主要是很亂 你這個暴利稅 很多人就拍手掌 就覺得好 其實你認真看看它那麼亂的情況下 會不會傷害到英國經濟呢 很多經濟學家就覺得是 會不會用其他手法會更加好呢 烏克蘭當然 現在就是 很糟糕 依然很糟糕 大家對能源安全的憂心更加重 更加強化了 要充分利用 北海天然氣 儲備的理由 就在今年4月 Boris Johnson 即是這個約翰遜 是覺得 政策上 的膚顯做法 是增加了對外國 資源的依賴 他就覺得之前的 前任應該只是尾借 文翠山做得不好 搞到 英國為什麼經常都找一些 外國資源 自己搞不得呢 但是 現在英國的媒體就覺得 通過 新的 暴利稅 是會破壞財政的穩定 和可遇見性 因為你變來變海 你要有uncertainty的話 其實就是 很多人不喜歡的 你要知道 這些不確定性 就會令到一些企業走 企業逐利的時候當然是希望 是可以 穩定一點 這樣營商當然是有利一點 其實新衛城有沒有做事有的 我們很公道的 稅收就搞得好像很多經濟學家覺得不對 但是 好像現在最新的 150億援助計劃就是英國政府 今個秋天 其實每家每戶 都會得到400磅前的 能源優惠 由於 能源價格不斷上升 所以新衛城 只可以出手 還有一件事 今年10月 我們都說過 Officam 即英國的 能源監管機構 會重新再 可以給 能源供供應企業 提價 所以今年10月 每家每戶 新衛城 亦給了他們400磅前的能源 費用 當然也是不錯的 這個能源帳單折扣 是新衛城 為了應對 高通脹的一籃子計劃 150億 這些磅前都挺厲害的 還包括 輔助貧困家庭 殘疾人士 退休人士的項目 原來 有800萬的英國貧困家庭 就可以得到650磅前的生活補貼 有800萬的退休家庭 就得到300磅前的 補貼 有600萬的殘障 人士 就有150磅前的殘疾補貼 我們看到英國的智庫 都是覺得 這個反而做得不錯 但是 暴利稅 不是不收得 是你太亂了 你之前要有一條線才行 和之前那些又好像是有 自相矛盾的 所以是做得不好 但是 這個 我們俗稱的對民眾派堂 反而是做得好 所以 英國的學者比如像Paul Johnson 在報紙也經常說話 就說 這是一個真正大的一籃子計劃 結合 同期提出的增稅的話 有望 是 可以令到 財富再分配 相應地說 為了 獲得這筆款 就是要向 能源公司徵收是暴利稅 就是 Rinfo Test 25%的重稅 我再說一次 不是這25%不能收 是因為它之前有些計劃和它是智商矛盾 亦可能導致 一些海外公司要離開 投資者是離開 望而卻步 想想一下 其實收25%的稅 說句老實話 真的挺厲害 其實這個星期 剛才說的英國能源監管機構 Off Game 亦都說 10月份起碼要加多800磅錢 這個能源賬單 達到每年2800磅錢 4月份的時候已經加了700磅錢 與此同時 食品 燃油 還有其他的商品價格 都在飛升 將通脹推到40年來最高水平 有些家 為了省電 就不用雪櫃 這個真的很辛酸 導致小孩 是食物中毒的 因為壞了食品 亦都被政府很大壓力 你看到這些新聞真的不行 亦都是 有人 為了省錢 唉 因為那個小孩剛剛 那個女孩是青春期 剛剛 就不敢去買MGun 總之這件事 都是好的 400磅錢有些人說是很少錢 但對於很多很多窮人來說 真的是救命錢 所以之前為何我們批評 公民黨的磨碌 政府不能派錢 那些錢應該是放得長遠一點 幾年後就看到成果 現在這幾個月都過不了 有些人幾天都過不了 有些人 所以這些公民黨都很糟糕 我都不想罵他們 這些都是 那說真的 公黨現在就罵新衛城 不是說他這個 稅收的改革 稅收改革當然 剛才我們說的25%的稅 是可以徵收說多次 但是 和之前是有智商矛盾 或者會趕下 那公黨 罵新衛城 原來新衛城 我們看到他很漂亮 乾乾淨淨 原來這個 阿哥 很貪美 而且很注重 個人形象 兩年用了135萬磅 去改善個人形象 厲害 不過你那些幕僚很差 叫你借一部chip車回來 入油頂你 你見到財政大臣 每次出來西裝不停 然後頭髮梭到貼貼伏伏 很能幹的形象給大家 而且身材很好 你有沒有發現他一點套衫都沒有 是沒有的 很好身材 新衛城 整群內閣官員是特別 Smart 是不是很Smart? 你覺得很Smart boy的感覺 給人一種形象 是的 後來 就被工黨揭發了 新衛城 花費這個公帑 就用在 公關上面 改善個人形象 兩年來他總共支出了135萬磅 其實我覺得改善個人形象 無可厚非 但這個數字真的挺多 因為新衛城的質地挺好的 你會發覺他 雖然他是印度裔 但你有沒有發覺 我不是說其他印度裔 但是他跟其他印度裔 看上來 比起上來 就好像清新脫俗一些 這是現實 是 是 我們看看 現在他為了 改善形象 給人 返回合同 他所簽署的合同 顯示了 他 在新冠 之後 為了達成所謂的 實時決策 及 溝通 提供的 這些訊息 就是 原來 多厲害 同一間公關公司 分別在2020年 8月和12月 簽了一份 20萬5680磅前 以及 55萬2862磅前的合同 就要求這間公司 要做民意調查 以及 要做一個 焦點的調查 看看我能不能形象 這間公關公司 原來 之前幫過前首相 卡梅伦 David Cameron 就是他的戰略主管 是創辦的 之前 財政大臣 已經跟他們簽署了一份 81600磅前的合同 這個也不是很多 工黨就批評 財政部的這些支出 從 測試觀眾的觀點 轉化為 永久性的 為自己財政大臣服務的合同 新衛成就說 我是需要這樣做 因為 要 維持政府形象 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 有點貴 當然工黨就說 你經常說英國沒有錢 去緩解民眾的生活危機 為何一百多萬磅前 再說一次 他改善形象 我覺得真的沒問題 但是 下百多萬磅前 就有點貴 他的發言人就出來挺他 自己老闆就說 財政部定期進行的民意調查 就為了衡量 政策的影響和公眾有什麼反饋 所有的合同都是遵照投標的過程 以確保納稅人 的錢得到最大的價值利用 當然 新衛成雖然花那麼多錢 去看看公眾如何看他 如何改善形象 但是他老婆就不爭氣了 還有你會發現他老婆 不是說他老婆老 跟他比起來 他老婆好像他媽一樣 不知為何 是比較成熟一點 是的 因為新衛成雖然他是印度人 但老實說他笑起來很像 一個正宗白人 真的 當然 新衛成的形象一落千丈 因為他的老婆就用這個非定居 人士的身份 就叫做合理避稅 之前 亦沒有好好解決英國的 通貨膨脹問題 更加和約翰遜衰 派對門也有份 本來 新衛成 有機會接約翰遜班 現在就很糟糕了 就沒有機會了 之前因為他長得 靚靚靚、青靚白正 你看到他的膚色 是 老實說在印度人來說 其實他不算是很深顏色 我們不是說顏色問題 我們只是說跟普通人對比 你看他老婆就是比較 現在英國 這樣的利文措施也是好事 BNO也是有得賺 有些是剛剛 你不派這些糖果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你也知道 英國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雖然 不夠5% 佔整個天然氣的份量 但是 隨著歐洲的需求增加 市面上的天然氣價格肯定漲 水漲船高 這個肯定 這個肯定 英國媒體也說 這次的能源價格上漲 是自 上世紀70年代以來 石油危機以來最嚴重的情況 英國國民需要將 可支配收入的大約10%或者更多的錢 用在能源上的花費 而且 用在能源上花費 要超過10%的人 的人數越來越多 達到1200萬人 英國只有6000多萬人口 所以 如果世界上 最大的天然氣國家 當然是出口國 就是俄羅斯 決定中斷 我又覺得他不會 因為他也要錢 如果中斷 歐洲的天然氣供應 全球價格肯定是非升 因為歐洲要跟其他國家買 其他國家買的話 你的量突然減少了 是不是會升價 這個肯定我不用說 當然了 辛偉誠 我覺得就是 差不多了 他的 政治生涯 只能做到財政大臣 因為之前覺得他 有機會是會更上一層樓 不可能 還有一件事 你說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個 惠民措施和以後的經濟 被他 很奇蹟地救得回 有沒有機會呢 沒有 因為其他人會上來 因為他 老婆的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也挺大 當然 辛偉誠一 說這個 Winfo test 英國最大的幾家能源供應公司 股價當然是 大力地受挫 大幅下挫 這是正常的 交這麼多稅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